比賽就正式開始,現在會先請正方的主辯同學發言 你有4分鐘的時間,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示意麥示意麥,聽不聽到? 是,清楚的 可以 叮 主席評判,各位大家好 好,香港電子遊戲產業價值根據調查機構Statista預計將由19年的9800萬美元升至2023年的1.49億美元 硬件電子遊戲的普及,消費會曾經在2021年建議香港參考內地等地區為產業立法,解決以下兩個問題 一,重漲機率缺乏透明度,現時即使玩家對遊戲轉彈的機率有任何懷疑,也投訴無門 二,現時遊戲商的宣傳手法層出不窮,令玩家代入消費陷阱,甚至出現課金成人等問題 因此令廠商和玩家的關係更加一面倒 而轉彈法,代表著規管電子遊戲轉彈的法例,世界各國雖然用不同的方式去監管 例如日本將電子遊戲轉彈立入景品表示法,中國大陸就用遊戲版號審批來監管 即使各地法律的名字都不同,能相應而符合轉彈法的定義 所以今天變態的引入轉彈法,並不是只可以參考有叫做轉彈法的國家 而是將其他國家的相關法律引入 所以今天要衡量變態成立與否,所以看電子遊戲轉彈 作為一個在香港未受監管,並且發展迅速的範疇 我們需不需要填補法律漏洞,竟然應該參考哪些國家的做法 所以今天我方倡議參考中國大陸的做法 立法強制遊戲廠商公佈,不單是每個稀有度的獎品獲得機率 而是從獎時可以抽取到什麼獎品及其個別機率 而要確保廠商公佈機率無誤,機率率由第三方機構認證 例如ITESLAB所提供的RNG測試服務 能夠根據不同國家對遊戲的法規而定制測試 確保轉彈的結果是真正隨機 即驗證到遊戲商提供的機率是否真確 另外,當遊戲商每次推出有關轉彈系統的更新 都要再提供第三方驗證報告,以防遊戲廠商透過更新更改機率 第二,禁止遊戲廠商作有關轉彈功能的宣傳或推行優惠活動 減低玩家為了轉彈課金承認的機會 而我方方案將會帶來以下兩大利處 一,保障消費者權益 消費者,根據相反說明條例的定義 是指不是為了自己業務而就謀商入憑為行事 換言之,今天變態的電子遊戲玩家 只要不是用遊戲來賺錢 無論有沒有課金,都是消費者 消費者權益也要聯名消費者 消費者委員也要聯名消費者權益 包括取得正確資訊的權利 而在香港以外也不乏相關權益被侵害的例子 日本手機遊戲《碧蘭幻想》在2016年 進行了特定角色機率上升兩倍的轉彈活動 然而,經過不少玩家質疑實際機率 據故之後才發現遊戲商是先降低機率再提升兩倍 這些誤導行為對於會投放金錢的玩家影響更大 北區青年商會跟我們說 有超過七成的受訪者都曾經在電子遊戲裡面課金 可以看到的是,香港遊戲產業越來越大 越來越多人打遊戲 無論有沒有課金,更多人的權益都會受損 而轉彈法是能夠保證消費者有應得的資訊 而減低轉彈上癮機會 消費會在2021年的報告指出 香港去罰對遊戲商銷售手法的監管 導致玩家導入消費陷阱,繼而更容易成癮 當中手法包括其一,進行不公佈機率的抽獎活動 教育心理學家黃宇坤更指出 收入商品以抽獎等不公開機率的方式送出 比起公開機率的送出方式更容易令玩家上癮 其二,不斷用遊戲頁面推銷轉彈 令玩家容易產生課金的念頭 因此,在見到轉彈有上癮的機會 和市民可以自由選擇商品之間 今日轉彈法禁止這些宣傳和一位活動 能夠取得當中的平衡 最後想問一下有一方同學 當不同國家都是有人被遊戲商欺騙的時候才立法 是不是等於香港也要等到出事的時候 才要引入轉彈法 不能夠美語纏綿呢?多謝各位 正方主編的發言時間是3分52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下來會請反方的主編同學發言 你有四分鐘時間,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是,示威 聽到的 準備好可以示意 主席、評判、有方同學 在座各位大家好 有方今天要論證轉彈法和有成效 必須先交代有方方案如何確保公佈出來的機率是真實 否則根本形同虛設保障不到玩家 行論辨題雖視乎引入轉彈法是否真的保障到玩家 而我方反對辨題居以下兩大原因 第一,現時已經有保障轉彈法是多次一舉 其實兩大手機應用程式平台 即是App Store和Google Play 已經在2017年和2019年 分別要求遊戲要公開機率 否則不准上架 換言之,其實轉彈法最主要的作用是公開機率 其實一早已經有相關規範保障 因此需要做的只是平台加強法審查 一方面平台可以限制遊戲的所有地方 包括香港的上下架情況 比香港自己立法組合性更加大 另一方面平台本身已經是一個很好的第三方監管機構 相反,香港即使自己組成第三方去驗證機率 也難以監管國外的遊戲廠商 因此香港立法實屬是家床蝶屋 第二,引入轉彈法對玩家保障不足 立轉彈法的主要目的是 希望可以保障玩家的利益 不要被人騙 但是引入條例只可以公開機率 並不可以確保機率的真假 也不可以確保沒有黑身在意 因此實際上玩家的利益都是沒有保障 香港遊戲產業協會理事會副主席拉漢傑都跟我們說 公佈機率是不會提高玩家抽中的機率 不可以真正保障玩家的權益 如果政府立法規管遊戲廠 程序亦都會比較繁複和好事 因此我方倡議 香港不應該引入轉彈法 而是要立保隸法 遊戲廠商需要保證玩家抽滿特定次數 會必出指定的角色 保證玩家怎麼都會有基本的回報 更直接減少遊戲廠商 為何不更有效 最後想問問有方同學 知不知道玩家一般在什麼情況下 會投訴遊戲機率不符 多謝大家 好 反方的主便發言時間為2分24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好 接下來會是台上發問的環節 會先由正方派出一位台上的辯員 向反方主便作出提問 發問時間為1分鐘 之後反方的主便會有1分鐘的時間準備 然後有1分鐘的時間回答 然後便會到反方派出一位台上辯員 向正方主便提問 好 現在會開始台上發問環節 會先邀請正方的一位台上辯員提問 準備好了 正方結辯 可以的 可以 還有各位大家好 有方今天就說App Store和Google Play 現時已經有保障 但原來他們忽視的是 今天這兩個組織 在2017年的時候公開的是什麼 原來是一個稀有度的機率 也就是說它是分不同等級 也就是最稀有的有多少巴士可以抽中 第二稀有的有多少巴士可以抽中 並不是說這個稀有度裡面 某一隻東西有多少機率可以抽中 原來今天如果我是想抽中最稀有的那隻東西 也就是在那個稀有度裡面的其中一隻東西 我是不知道它的機率有多少 它可能是0.0001巴士 也可能是99巴士 這個是沒有被公佈 所以如果我今天是想抽0.0001巴士 今天有方同學有怎樣保障可以抽到呢 好 現在會有一分鐘的時間 給反方主便作出預備 也提醒評判 在反方分子上 這次序發言 第一格的分數會先是回答的分數 然後才會是發問的分數 謝謝 謝謝 好,準備時間結束,現在有請反方的主辯同學再出回答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評判主席有方同學,大家好,先多謝有方的提問 剛剛有方就說是稀有道,我們就覺得是要強制機率的 還有你應該看清楚這個App Store和Google Play的指引和指引 謝謝 好,現在是會由反方派出一位台上辯人作出提問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請問聽不清楚? 是,清楚的 可以開始 好,叮 主席、評判,還有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跟我們說到 成立這個轉彈,他們版本上的轉彈法 有一個很大的重點,很大的原因可以幫助他們 就是可以幫助消費者減低成癮的機率 但我想問你們,公開機率和減低成癮有什麼關係呢? 公開機率會不會更加弄巧反撤呢? 公開機率和成癮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所以我想問一下有方 為什麼你們覺得公開機率可以防止成癮呢? 多謝各位 好,現在會進入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好,請問一下 好,請多謝 好,請慢用 這會不會做嗎? 好,準備時間結束,現在有請正方的主辯同學再出回應 主席評判主席,各位大家好,先感謝有方同學的提問 主編已經說了消費會在2021年的報告指出 是因為遊戲商作出的宣傳會令玩家答消費行政容易成癮 我們又見到教育心理學家黃玉坤說 手遊商品以抽獎等不公開機率的方式去送出 比起公開機率的送出方式更加容易令到玩家上癮 我們就想反問反右方同學 想問一下公開機率為何不影響消費者決定呢? 如果不影響消費者決定,就沒有人會投訴沒有顯示機率 消費者如何運用這些資訊是他們的事 他們身為消費者都必須身處一個在有足夠資訊提供的環境 不用不等於不說 優惠和宣傳在我們主編說了 是更加一定影響到他們的決定 故此今天就一定要引入轉彈法 禁止宣傳和優惠 多謝各位 好,台上發文的環節就結束了 現在會進入負面的發言環節 先請正方第一負面發言 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是咪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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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 咚 說各位大家好,今天有方矛盾 有方一方面跟他們說 轉彈法公佈機率 無法確認真假 然而他們拋出的什麼呢 他們拋出的App Store和Play Store的條文 其實我方今天台上發問說了 更加不清楚它包的更加少 甚至Play Store和App Store都沒有要求驗證的時候 為什麼今天有方口口聲聲說 Play Store和App Store夠了 但是我方走過就不行呢 其次今天我方舉了有第三方驗證 例如ITAS Lab 這是一個專門做機率驗證的公司 它有了標準,有了條文 今天政府要求他們拿一些驗證機率的報告出來 為什麼又不夠呢 所以今天看完有方矛盾之後 再來看看今天有方主線說什麼 有方簡單一句就是 公佈機率的條文已經有了 轉彈法就多餘 但是今天就算公佈機率那邊 有方怎麼都說夠不要緊 我們再來看看我們方案包了什麼 我們方案包的東西 是還有第三方驗證 禁止宣傳,禁止優惠促銷 今天在說的是 轉彈是一個令人上癮的商品的時候 我們第三方驗證 做到有方做不到的事情 禁止宣傳,禁止優惠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上癮到 今天有方單單一個App Store、Play Store 都做不到這些事情 自然今天我方的方案 或者我方的離處都應該仍然確立 第二 就是來看今天有方最大的問題 今天有方自己發出的反方案 就是保底法 現而 好像看回中國 這個同樣有轉彈規限的國家 他們都有規範保底 我一看回日本 日本去的遊戲協會 他們訂出來的指引都是要求保底的時候 所以今天看到在各國 他們監管轉彈 仍然都是有用保底 這條條文的 所以今天看到保底 仍然都是監管轉彈的其中一種方法 今天辯提說是轉彈法 不是轉彈機率法 所以保底法仍然都是 在論證我方的立場 所以今天有方拿著保底法 來做他們的反方 顯然是違反他們自己的立場 所以今天轉彈法仍然應該走 更何況今天看回外國 就是說說中國、日本 都有立法公務機率的時候 如果今天有方說到App Store、Play Store 那麼足夠 那為什麼這些國家又需要走 謝謝各位 正方的第一副辯發言時間為2分44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現在有請反方的第一副辯發言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試咪 試咪 請問大家聽得清楚 是 清楚的 好 丁 各位大家好 其實今天聽完有方的主辯和一副發言 我們不難發現他們犯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他們在跟我們說 他們現在有第三方認證 可以幫助到這個 可以幫助到保障這個機率 我想問一下你 現在我們的情況 你首先說了第三方認證 你又說了你會禁止他們宣傳 禁止他們促銷 我想問一下你們 你都會說辯題的核心 今天的辯題是轉彈法 不是轉彈機率法 但是你們這個叫做轉彈 並且禁止促銷、禁止宣傳法 那麼這個和阿薩克商業市場有什麼分別呢? 有方其實今天都明白的 講到很多遠景上的問題 但其實他們都明白的 這個情況我們是有Google Play Store 是有App Store的開發者指引 那麼為什麼不是在Google Play Store 和App Store裡面 加上、加重這個審查 和加上他們的第三方 再加上這個 加強他們的審查程度 而是找一個 不知道是什麼公司的第三方認證去幫忙呢? 我想問問你們 如果在這個這麼大的平台 全世界的手機遊戲 都是想在這個平台的情況下 你覺得一個小市場、一個小地區、香港的法例 可以影響到這個大平台的審查嗎? 這個情況的最終目的 如果要解決這個你們遠景上的問題 我們不是應該在Google Play 和App Store裡加強他們的審查 而不是加一條不知怎樣的轉彈公佈機率 並禁止宣傳並禁止促銷法律上來嗎? 第二,剛剛有方也都說過 你們說兩者是沒有關係 不會減少公開機率 又不會令到上癮 而是反宣傳反 反促銷 這件事 首先我剛剛已經說了這個情況 你根本並不是一個轉彈法 這是禁止宣傳禁止促銷法例 和他們禁止他們整個遊戲產業 其實是很大的關係 再加上 如果你有一個這麼大的法例 在一個這麼小的市場上 外資撤走是一件事 還有現在的情況就是 我們只可以罰到的是香港的代理商 並不是外國的廠商 所以我想問問你 你覺得你加了這個法例之後 外國的廠商還會不會留在香港 繼續去找代理商 繼續去賺錢 有一個這麼厚 這麼重的法例 在這裏的時候 又不讓他們宣傳 又不讓他們促銷 其實很多遊戲市面上 都可以收拾了他們 第二 其實我們剛才的主便問過你 你知不知道玩家在什麼情況下 會投訴機率 你們沒有回答我們 其實答案就是 當他們抽不到他們想要的東西的時候 你也懂得說 消費者委員會是有一個報告 我一同你講 消費者委員會其實也是有一個報告 他收到72宗的投訴個案 投訴原因是因為什麼 是因為他們給了錢 之後抽不到他們想要的角色 現在情況的核心 最目的的遠景就是玩家 其實是想抽到他們想要的東西 而Google Play和App Store 本身已經有開發者協議去解決這個問題 你們想的反而不是加強他們的審查 而是反而歧行 用第二個不知怎樣的法例 去改他們 不讓他們宣傳 不讓他們去促銷 而我們明白這件事 而他們不知道的 是保底才是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案 多謝各位 反方的第一副辯發言時間是3分09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會輪到正方的第二副辯發言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可以 好 丁 各位大家好 其實今天不難發現 今天友方和我的立場 就是認為其實消費者都需要監管 但他為什麼反對我的方案呢 就有三個原因 第一就是認為現時就有足夠的保障 去監管這些遊戲的 其實今天很奇怪 友方和我所說的 App Store Google Play那些 其實全部都是包括手機遊戲 我想問如果電腦那些遊戲 或者其他平台的遊戲 有轉動功能的話 App Store Google Play 能不能夠保障到 這段友方和下位不然需要論證 而其實今天友方和我就說 應該加回第三方驗證手法 進去App Store Google Play 甚至我們的宣傳那些方案 全部都要加入App Store Google Play 但是我想問 既然友方圖不反對我方方案的時候 又認為提倡把App Store Google Play 想問香港政府怎麼能夠逼到 App Store Google Play 做這些方案呢 若然友方圖都 本質上都認為這些東西是需要做 消費者有確切的需要 需要保障的時候 為什麼由香港政府直接立條法例 就是找一些信得過的第三方驗證機構 例如RTAPSF 有經驗的等等 去幫忙做驗證 友方圖論證不到 為什麼我方所提出的第三方驗證機構 沒有它的成效 所以其實今天友方圖去到第二個原因 就是認為公開機率 就不能夠降低上映 其實我方明明主編都說過 就是消費會份報告 就說其實其中一個 為什麼消費者會過度消費原因 就是因為一些誤導性的宣傳 和沒有公開機率的時候 不明白為什麼我們今天對證下約 禁止宣傳禁止促銷 公開每個角色機率的時候 不能夠影響消費者的決定 若然真的不影響消費者的決定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看到之前這麼多國家 都會因為虛擬抽獎的問題 而進來投訴呢 這些友方圖論證必然需要論證 而其實今天友方圖論第三個反例原因 也是他最根深替僱員 就是認為做完這些事情之後 就會導致廠商的利益下降 就會撤資 其實我們今天看到電子遊戲的原神 他公開了他的五星角色機率 是0.6%這麼低的時候 他們依然在海外的收入 都依然是榜收時候 所以其實可不可以跟下個別人 跟他們論證 公開了機率之後 會損害了多少利益 禁止宣傳之後 會令到利益降低多少呢 就算退一步來說 就算因為利益下降都好 他們都有責任去公開他們的機率 因為其實消費者的權益都需要保障 若那些錢是透過欺騙消費者 可以賺回來的時候 我認為是更加不應該賺到這些錢 所以今天友方圖論證自己的方案 就認為可以保障換額權益 其實今天友方圖主編的邏輯很奇怪 他有一句說說 公佈的時候 由於不會提高抽獎機率 所以就不能夠保障換家利益 其實今天說的換家利益 就是他在抽獎的時候 接不接收到充足的資訊 既然我們給他一些充足的資訊 他思考周全之後決定 才更加可以保障換家利益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看到 現時電子遊戲業就越來越壯大 例如香港都會政府給1億 給數碼港發展奠徑 或是舉人香港遊戲優化和推廣計劃 鼓勵手遊創作等等 我方方正正看到 在遊戲業壯大的情況下 被人騙的人只會越來越多 所以政府必然有責任 在現階段開始不容許 他不懂得手法謀利 保障他健康發展 多謝各位 正方的第二負面發言時間為3分09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現在有請反方的第二負面發言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聽不到 可以試一下嗎? 可以 好,丁 主席、評判、醉醉 各位大家好 剛剛有方跟我說 政府立了法例 也是沒有用的 因為政府也監管不了 Google Play和App Store的執法能力 有方和我都承認了 政府就算在香港立了轉眼法 也保障不了所有香港玩家的權益 因為他們也管不到在外國的廠商 而最後他們可能只會找代理商負責 如果在外國駐守的遊戲廠商不願意公開機率 那代理商也是沒有權 就算想公開也沒有辦法 所以根本上是形同虛設 最後就會出來兩種情況 第一,有方跟我說知不知道 香港究竟有多少遊戲是經過代理商在香港註冊 而原廠是完全不受影響 越來越少代理商 會嚴重影響產業價格的結構 第二,根本監管不了沒有成效 一樣有遊戲不公開機率 是任由他們逍遙法外 第二,有方和我說 原神有很多收益 就是因為原神本身有保低法 所以就認證了有方和我說 為何原神在外地有這麼多收益 就是保低法去保障到玩家 再者,其實我們也是沒有可能去作出檢控 或者監管在外國的遊戲和伺服器 所以我們要做的就是 是要設立保低法去 是比轉眼法更好去保障到玩家 還有,你轉眼法在香港設立 就算發現了有市民去申訴 我們也是沒有可能去控告外國的廠商 是認同驅食完全沒有用的 那 那所以 謝謝各位 好,反方第二負面發言時間為2分07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由於剛才反方第二負面在發言期間 有用到OK兩個外語 當然是一個字 評判可以考慮是否需要調整分數 好,接下來我們在台上第二負面發言時間結束之後 會進入台下發問的環節 好了,台下發問其實有兩輪 雙方都可以派出兩次台下發問的便言作出發問 那麼發問和回答和準備的時間均為1分鐘 那你現在會先請正方派出一位同學 台下發問的同學去作出發問 請你可以打開鏡頭和試試咪 試試咪 可以打開鏡頭和試試咪 可以打開鏡頭和試試咪 好,可以 主席評判作為大家好 今天有方主便跟我說 App Store和Google Play的遊戲廠商 會限制遊戲廠商比政府更加好 但我看到的是 Google Play和App Store 不是香港唯一的遊戲下載平台 加上它作為平台 它們要從遊戲廠商收容而獲利 所以它們並不會對遊戲有這麼多的限制 所以請問有方 為何App Store和Google Play會限制 比香港下載遊戲限制更加好 多謝各位 好,現在有一分鐘的預備時間 會議會來打電話 要不著叫但是覺得你是社會感應的 會議會再見 會議會 Gonna嘭 請防疫艦 好 預備時間結束 現在有請反方派出入臺上辯源再出回答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試麥,試麥,小麥聽聽清楚嗎? 清楚的 主席評伴長,各位大家好 多謝有方你們剛剛的提問 但其實我們一副主辯和二副已經說過了 Google Play和App Store現在的情況就是 你對比起一個小地區的法例和大遊戲廠商的平台 Google Play和App Store是全世界的大平台 上面有超過八成的遊戲 都是在他們兩個平台上上架 那我想問一下你們 為何你們會覺得一個小地區的法例可以管得到 可以給小地區的法例 可以比起這個在Google Play和App Store裡面的開發者協議 更加有力度呢? 而代理商更加是沒有能力呢? 因為一個小地區的法例而去改變這件事 再加上剛剛有方已經背景指出了 我們現在討論的是轉彈遊戲 手機轉彈遊戲上面的成因問題 所以你用電腦遊戲 電腦線上的遊戲和我們作為類比 我不是很明白這件事 多謝各位 接下來會由反方的台下面原作出提問 請你可以打開鏡頭和試咪 試咪試咪試咪 是清楚的 是 是嗎?可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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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 好 現在有1分鐘的準備時間 好 現在有1分鐘的準備時間 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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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有請反方派出一位辯員再出回應 是,聽到的 好,準備好 叮 首先多謝有方同學的提問 我們回應有方同學的問題 我們所倡議的保底法 如果有方同學非要這樣問 我們會選擇用Google Play作為原詞方去推行 有方同學說 轉彈法和保底法是同一種東西 但有方同學這樣說就是荒謬 轉彈法和保底法完全是不一樣的東西 轉彈法是公開機率 保底法是保障你可以抽到某個數目 有方同學都說 日本已經實施了保底法 即是說你這個轉彈法 也有一定的 沒有必要性 因為日本已經實行了這個 也承認它是有效 以及真實可以存在的 有方同學都說自己的方案 沒有包到保底法 有方同學走過來 請反方的答辯員 可以終止發言 現在會請反方的第二位 台下發問的辯員 準備好可以打開鏡頭示意 請問一下看不見我 我看不到你打開鏡頭示意 先來打開鏡頭示意 請問一下看不見我 因為這裡已經開了 請問一下看不見我 我看不見你打開鏡頭示意 請問一下看不見我 可以打開鏡頭示意 請問一下看不見我 我看不到,我只看不到,我聽到你說話,但現在看到了 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對 想問一下 可不可以調低一點點 知道 現在 我們現在 看到的,但有些有窄的網絡 是,也是有些窄的畫面 現在聽不聽得清楚 現在聽到的 你會不會嘗試可以說一兩句,譬如你自我介紹一下,我先看看發言流暢 聽到的 我想問評判覺得這樣的發言流暢度可以嗎 我聽得清楚,畫面有點疾病 對 現在看到的 看到的 好,那可以 好,那可以 好,叮 好,叮 在座各位,大家好 友方今天想得很理想 又要遊戲公司自己去找第三方搞驗證報告 所以其實不知道友方了不了解遊戲產業的結構 現時香港有很多遊戲都是由外國而來 他們會在香港找代理商去組 所以現在問題來了 友方今天又想公司交報告 但如果原廠商不提供相關機率的報告 代理商就算想配合你交報告都交不到 最後只會出現這兩種情況 第一,友方要用香港的條例去管外國的廠商 第二,轉彈化形同虛似 請問友方選哪一種 好,那現在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好,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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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好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政方派出一位台上辩元作出回应 政方疑图 好 可以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同学问如果那些厂商不肯被第三方验证报告的话 怎算好 如果真的不肯交违反香港法律 就一定要撤离香港 那方不反对这件事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不交第三方验证报告 證明你的机率不透明 你可以骗私费者的时候 这些赚回来的骚髒钱 为什么我们要让他们继续赚呢 如果他们连这麽简单的审查都交不到的话 就不可以继续在香港营运 那方需要的是保障私费者的权益 而作者今天有方同学说到厂商这么死警 不肯交第三方验证报告 想问有方同学自己提出的Apple Store Google那些 为什么那些厂商会无的肯交呢 有方同学需要论证 而其实今天有方同学发落了一件事 就是今天变题是说香港应引入转单法 而不是Apple和Google应不应该引入转单法的时候 为什么有方同学可以用一些监管Google Apple Store如何改革的法例 去论证今天变题是香港不应该引入转单法呢 这点有方同学需要出来论证 多谢各位 好 台下发文的环节就结束了 现在会进入一分钟的结辨准备时间 那现在开始计时 有点瞭ska 有点 能疑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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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траш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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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时间结束,现在先请反方的杰辩同学作结 有四分钟的时间,准备好可以向我示意 大家好,现在来到辩论的微声,我要总结一下有方和我今天所犯的错误 第一,有方和我眼中转弹法的功效过大 有方和我提到转弹法可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说明就是有方认为玩家一定要有知情权 我方也早已说明,Google Play和App Store也有协议保证公开机率 就算是有批楼,为什么我们不去完善它,而是去架床叠屋 去浪费更多时间去做一个新东西 可见转弹法的可行性低,无必要性 有方和我又说,转弹法可以减低转弹成引机率 我方也强调两者之间是没有那么大的关系 因为有方不知每个公司的中奖机率 如果中奖机率够高够吸引 那会不会反而助长抽奖成引呢? 就算真的可以减少抽奖成引的机率 有方台下有智商矛盾 他说不是所有游戏都上引 那我是否可以理解成 有些游戏是不需要你的转弹法 去保证它减低成引机率 有方和我又说 原神这个游戏是收益很高的 但我们的研究发现原神是有保底法的 这样就论证了我们保底法的可行性和真实性 第二,有方和我今天太贪心 可以见到有方想举出更多措施条例 例如第三方验证等等去完善你的转弹法 但细节越多,漏洞就越多了 有方台今天未能完善地解释第三方验证的问题 有方台由始至终都没有解释到 你如何去保证第三方验证 它是没有黑幕、没有黑箱操作 也不会作假呢? 今天这场辩论是有方台提出第三方验证的问题 有方台需要去解释第三方为什么有效 话说我上星期去买东西了 看到我最喜欢的动画系列都出了所谓盲盒公仔 后期买了很多个 为了抽中我最想要的角色 其实盲盒文化就好像转弹一种善下形式 可见转弹抽中文化已经深入人心 影响力是巨大的 随机限定的机外营销方式 极大激发了消费者的购买欲 所以不论是盲盒或是转弹抽奖 玩家也有可能跟我上星期购物一样 抱着赌博心理 为了得到想意的奖品 不停买不停买 就这么浪费很多钱 如果盲盒发卖有个保底法 我每次买一套就可以得到喜欢的公仔 就不用浪费那么多钱 没有目标这样不停买了 所以有方今天说这么多 其实转弹法永远都解决不了 隐藏在转弹抽奖机制背后最大的问题 是如何在金钱消费和游戏乐趣中 随得总平衡 而我方可以能以游戏抽奖机制的本身作为出发点 去探讨出一个更好的立法方案 一句令大家耳熟能详的话是 顾客就是上帝 转弹抽奖的机制本身就是为了游戏感上天花 令玩家获得更好的游戏体验 我方所支持的保底法 为玩家提供同等的乐趣时 同时可以保障玩家的消费限 几多人一时冲动 转弹完蛋抽奖后 发现自己何包空空如也 又觉得后悔 就跟我之前所说 盲盒转弹文化影响力巨大 转弹抽奖的潜力是一种忍 而保底法就是一个贴心的药水 无形之中打断了大家在货金购物时 无穷无尽的欲望 去向大众传播游戏乐趣 和理智共存的正确理念 这是我方对游戏机制的展望 玩家所真正需要的不是转弹法 给予一个虚无缺缺的概率 而是抽了某个固定数字后 一个不容质疑的100% 这些可见转弹法在多方面仍存在批漏 多谢各位 反方的欲变发言时间为4分14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现在请正方的欲变同学作结 准备好可以向我示意 可以 叮 香港不应该駕床碟屋 但原来你把床是会塌的时候 又是否应该自治不利呢? 主席评判 各位大家好 要明白转弹在现今社会中扮演的角色 我们必须先了解它与当代人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在2007年的时候 游戏商为了避免玩家购买豆瓣游戏 而决定放弃传统售卖游戏的模式 转为在游戏内设立商城制度贩卖虚拟商品 因此也有了游戏转弹的出现 在这种近年新兴的产业之中 出现了这种全新的商品 由跑online去到神魔之塔 再到怪物弹珠 相信这些游戏都是在座各位的童年回忆 大家共同见证着这种新模式的崛起 然而不难发现转弹和普通商品并不相同 它不再是一份触手可及的实体 而只是一组以偏马串绵的虚拟图案 游戏商也会利用不同的消息手段 引诱更多的玩家入坑 假如我今天买了一个实体的商品 它有没有损坏、有没有缺陋、有没有过期 我通通都可以用肉眼检查 但作作各位 如果今天是偏马出错 作为消费者 大家又可以怎么做呢? 所以总结全场 我们不妨可以思考下 如果让这种模式成为了常态 香港会变成一个如何的香港呢? 我方觉得首先 香港会变成一个充满病态玩家的香港 踏入新的时代 游戏以新的形式呈现 因此必然会引发一些新的问题 而心理学家游戏组织 纷纷都和大家说 转弹是会常人 而背后的原因正正是因为 游戏商业的种种特别营销手段 以及转弹的模式 玩家一抽再抽 不懂见好就收 这种常见的心态 严重影响游戏业界 所以我方才觉得 应该在源头解决这个问题 管制游戏商的营销手段 然而有方和大家说不行 因为游戏商是会撤枝的 但有方和他其实是很矛盾的 因为他们的方案 今天都是希望加入保底 但他们从来都没有认证过 加入完保底 是不是全部游戏商都愿意 有方和他没有尝试过解释 然而公开机率 又会令多少游戏商撤枝 有方和他都没有解释过 所以不能发现 有方是承认转弹是会上瘾 但又选择无事这种问题 最后各位 这个是不是就是立法者应该有的态度呢 所以除此之外 香港亦都会成为了一个游戏商天堂的香港 不是因为它发展得很蓬勃 所以才叫它做天堂 而是因为香港将成为 游戏骗局之身的温床 但有方和尝试说 现时已经有保障 但有方和他从来都没有看清楚 原来现在的App Store Google Play等等 公布的机率只是稀有的机率 换言之 今天玩家想抽某一种特定的角色的时候 我们从来都不能知道 我抽中的机会有多少 甚至App Store Google Play 都只是局限于手机游戏 甚至其实手机游戏 都不只是这两个下载平台的时候 有方和他是不是又觉得 非手游的玩家转弹的时候不会被人骗 甚至其实不是用这两个平台下载游戏的玩家 是不是又不用保障他们的权益 又可能完全没有解释过 只是跟大家说 保底法才能做到刚刚所说的效果 再继续各位可以看看今天的辩题 转弹法 其实现时世界从来都不存在一条名叫转弹法的法例 我们可以理解为规管任何形式转弹的法例 再继续各位 保底又何尝不可以是转弹法的一环 有方和没有解释到 虽然归根究底 其实无论发展如何 香港仍然会是一个有人打机 有人转弹的香港 正正是因为这样 确保香港能够成为一个安全 而且健康的游戏发展地 则变得更为重要 作为立法者 政府必须平衡转弹带来的危险 以及人民的利益 而转弹法正正就是最好的方案 最后各位 转弹的乐趣在于机率 但没有转弹法对香港未来的和害是百分之百 多谢各位 政方的结辨发言时间为4分09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比赛现在是站过一段落 我会再和评判去核实分子 并且作跟进联络 在处理分子的期间 为了把握时间 都会邀请评判作出评语 也提提评判 最佳辩论员的分数是需要额外评分的 每位评判可以先选出三位表现交界的辩元 再分别给予分数 最好的一位会得到30分 第二位是20分 余下的是10分 谢谢 好 现在我会邀请评判作出评语 先请马感名慈善基金马陈端喜纪念中学 程东亮先生给一些宝贵的评语 谢谢 各位同学 已经12点05分了 要和大家说一声五安 这一场比赛我觉得是精彩的 非常精彩 在此多谢各位辩元 其实听了这么久 我坦白说一件事我不逐点去评论 我说一些精结的问题 其实我暂时不会说双方的表现是如何 我觉得整条变题 双方为什么说精彩呢 就是因为你们带人到我去想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整场辩论比赛有一个争拗点 大家没有说出来的 但是 不要在言辞上说出来 但是暗示了 其实到底我们应该是用政府立例的这个权力 去到规管现在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 还是用回商家自己本身的自制能力 和商业道德去到规管更有效呢 其实某程度上引起我在这方面的思考 所以在这里特别多谢双方的同学都带了这个问题 我说远一点 其实你发现这个话题 已经是近日 应该都不是指某部分社会 甚至西方社会都在出现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到底会不会是 这些电子平台 或者是一些科技巨企 那个权力 在社会上有的权力 比政府还要大 所以这个我觉得 大家都应该是很出色的学生 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都需要想的 这是我的第一个想法 其实我们看下来 就看到政方最主要 就是想告诉你们 其实政府应该有一个责任 去保障消费者 就是任何形式的消费者 然后反方 我自己这样看一件事 反方就告诉你们 其实应该是将这个责任 交给最主要的两个平台 就是Apple和Google 两个平台 两方面都带出了一个相当清晰的论述方向 所以我也听得很清楚 我会这样说 之后在下一个部分 就是我说的现在这个部分 我就会分别去讲一下 正反双方两方面的一些给我的感受 正方开篇的时候 他说了一件事 就是参考中国大陆的做法 但是我觉得 是没问题的 但是到后期的论述很少 所以 如果你用这个形式的开辩 的话 我自己个人的期望就是 以你说引入转弹法的其中 一个重要的条件 原来就是引入 就是引入中国大陆那一套 那你就要通过 告诉我们中国大陆那一套的方法 有多好 然后才可以将它引入 香港这一套 这样用 其实我觉得这个才更加扣 那个变体去到论述 但是后场就比较少 不是说打得不好 只不过是有时 我知道是这样的 变量比赛时打打一下 大家就越打越是为了交锋 而开始忘记了自己的主辩 很重要的论述方案 我自己觉得这个是需要留意 大家也有略谈一点 就是正方提出的第二点 就是上瘾的机会会减低了 初头都有争论过 但是很快就没有说到 很坦白说的一件事 就是反方问了一个好的问题 就是你怎样可以 告诉我们 这个抽弹上瘾 是和转弹法有什么关系 他要采清的 幸好在后面 其实正方义父是能答到的 但是就不是在答问题的位置 他就说了一个很重要 就是一个很基本的原则 就是消费者在资讯充足情况之下 他是能够作出更加的选择 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 现在我们在说的是 抽弹某程度上是一个赌博心态 赌博真的是理智的吗 这是我想提出的一些小小的思考 去到一个位置 我相信应该是正方的结辩 就说了一个 我很想去理解更多的词语 就叫做 稀有道基论 其实我觉得 这个应该是你们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 为什么 在这儿争论的一件事 2017年 2019年 Google Play和Apple 他们正在用 规范游戏 开发商的 机率制度 和你说的有不同 其实双方都应该解释 所以我听到最后 甚至结辩的时候 还出现了一个 就是什么叫做稀有道基率 我就不太明白 因为其实我是个数学白痴 所以 如果大家都可以说清楚 这个论点就更加有意义 其实 正方也提出了一件事 他提出了一些优惠 推销的手法 都去到禁止他 才是一个转弹法的其中一个元素 其实我又 我又不太明白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 其实很坦白说一件事 纵观整场的辩论比赛 正方没有特别在这方面 再说下去 不过也不介意和大家说 评判为了有东西 当然是找些东西来说一下 在辩论比赛中 没有办法照顾到那么多东西 所以我会觉得一件事 就是 若果你没有办法照顾那么多东西 你就不要拿一些东西来说 因为其实某程度上 若果对家说得好的话 他有机会拿来打你 我经常都说一件事 你没有理由开头脑被人咬你 死定了 不好意思我说得逐准 但是 你都要明白 其实这个都是一些技术 你都要留意一下 我看下来的时候 不好意思我都怕我有点乱 因为双方给到的资讯我其实都很多 我最后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我想问反方一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怪怪的 就是 你觉得既然政府立法是没有办法 去到有效 去到改善 现在的所谓的 骗人 机率不清晰等等的问题 所以你就要订立一个保底法 然后你又会提出一件事 就是说 在一个小地方立法的话 其实没有办法影响 国际间这么多的游戏供应商 所以我就问一件事 既然是这样的话 你无端端又要提出保底法来做什么 那不如不要管 直接交给Apple和Google去处理 你就完全不用烦了 那你为什么要提出保底法 其实那个意义 而我又觉得真的不太大 所以这个大家都要想 最后来 我很想说一句话 我很久都没有见过反方 一副那么出色的边缘 我在这里特别要赞你的 你很努力 我只能这么说 虽然我是教语文 但我很想说这句话 你很厉害 希望你日后有更好的发展 但是不要自大 我想我的评语是这么多 多谢各位 多谢程中理论先生的评语 现在我们会邀请下一位的评判 去给一些宝贵意见 好 稍等我一会 现在我们会有请性工会 对女明才中学辩论队教练 王新忠先生给一些宝贵评 谢谢 大家好 试咪试咪 请问听听听听清楚 很清楚 很清楚 谢谢 谢谢 我想分开几部分 第一部分是双方的主线 正方的主线 定义 对于转弹法的定义 是非常之宽松的 所以你们会加了很多东西 包括公布机率 第三方的工程机构 要禁止这个游戏的转弹宣传 和禁止促销的一个行销手法 这个这么宽松的定义 我想源于你们说 即是现时根本没有一条 就是叫做转弹法的法例 所以你们就可以加很多概念进去 我觉得对于这种处理的方法 其实就是看反方对你们有没有 就是回应的 就是如果反方都没有一个抵抗的话 那我就当是 因为对于评判来说 我们本身就不太知道转弹法是什么 再加上如果你说地球上 根本没有一条法例 就叫转弹法的 那似乎就有很多相确的原理 究竟这一样是什么 那我认为正方开一个这么宽松的定义 其实对他们来说 当然是比较有利 而反方是应该要有些抵抗的 尤其是我见到到最后结辨 去答问题的时候 又或者他 即是反方结辨自己的 那个人发言的内容 其实他们应该只是觉得转弹法 就只是公布机率 那如果你们之间有一个定义上这么大的分歧 我想你们由反方开变开始 已经是要很清晰地界定了你们心目中的转弹法是什么 那正方的两个论点都各自说一说 第一个论点是说消费者的权益 我很同意刚才程先生的那个评论 就是你们开了一个方案 主要是参照中国的那个方案 那究竟那个成效是怎么样 因为都已经行了好几年了 尤其是是关于这个消费者的权益 有否相关的案例 譬如有些不法的商人的而且确是公布了一些 虚假的这个转弹的机率 而最后是因为中国政府 他订立了他们的那个版本的转弹法 而导致他们是被执法的 他们是受罚的 这个情况出现 又或者消费者他们在得到了这个的 就是一个公开了机率的情况下 关于你们的第二个论点 他们的那个成人的问题 是否的确是得以改善呢 其实因为你们在说的是一些 就是相对的实在的 已经发生了的 已经推行了的法例和政策 应该是有实质的案例或者数字是可以出来的 但是对于这方面 无论是第一点还是第二点 都没有 就是你们说了一个道理 就是为什么是可以保障到消费者 或者为什么可以处理到那个成人的问题 所以实质的论据就跟不上你们的推论 而关于第二点想主力说一说 就是那个成人的问题 今天其实反方也有些抵抗的 他会尝试去挑战究竟这个不公开的转弹机率 和那个的成人问题有什么关系 我是同意这方面的质问 而你们的答法就是提出了一个权威 某某教授就这么说了 但是那个语例本身是没有解释到 不公开机率和那个的成人问题的关系在哪里 就是因为我们都是辩论人 我们就是很强调批判思维 那不是说掃诸权威就可以了 有些时候 就是如果你就这么说了权威出来 就是说这位教授就是这么说了 那所以就是这个不公开机率 就是跟成人问题就是相关的了 那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很合理的 那除非你能够解释到 就是这个过程是怎么样 究竟那个原因是怎么样 那否则这个位置我就觉得是有点问题 关于这个论点还有第二步的推论的步骤 除了你们要论证这个成人问题 和不公开转弹机率相关之外 你们还要论证到这个禁止宣传和促销 是有效去压止这个社会转弹成人的风气 那那个关系究竟在哪里呢 因为刚才就是说不公开机率和成人之间的关系 现在又多了一样新的东西 就是宣传和促销和那个成人问题之间的那个关系 那这方面我想政风都不是很能够论证得到 那你们在未论证得到 宣传和促销会导致到成人问题 之前你们就已经提出的一个方案就是 我们禁止宣传和促销就可以解决一个成人问题了 那其实这个都是不合理的推论 而更重要就是什么 譬如我们现在社会上有很多 会有机会导致成人问题的商品 譬如不要说转弹 转弹只是游戏的一部分 游戏本身就会成人 游戏本身可能在手机里面 在电脑里面 我们对手机和电脑都有机会会成人 而且成人的人数的比率 会比起转弹成人的人数更加多 那我们又要禁止手机和电脑 这些东西的宣传和促销 所以我关于这个第二个论点的那个推论 就是不是太能够说服到我 这个是正方的部分 接着就是反方的部分 反方的主线 首先主辩 你的那个发言时间实在是非常之短 你的那个整个个人发言 就是两个论点加一个保底法 你们对于这条辩题的定义 就是转弹法究竟是什么 又或者是香港现况 就是说那个时空背景的那个交代 就是近乎是没有的 究竟现在香港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又或者其他外国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香港和其他国家的那个情况 究竟有多大的差异 导致到其他的国家是应该要使用这个转弹法 而香港是应该引入的 其实那个的定义和背景 对于这条辩题来说 那个论证是很重要的 但是反方的那个主线 几乎是没有提及到这些部分 或者很粗略的交代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个问题 而你们的论点 第一个论点是 现在已经有相关的规例了 但是那个就不是一个法例的性质 而是App Store和Google Play 这些游戏平台去做 先不说它是否覆盖到所有的游戏 首先在那个性质上面 已经有很大的差别 一个是一个法例来的 游戏商是有法务责任的 而这个游戏平台的规例 就不能够加注法律责任在那些游戏商身上 无论它是游戏商本身还是代理商 那些只是他们的商业决定 它究竟是否在这个平台上上载 咦?这个平台有这样的规则 我还是不要跟 那我不跟 我就商业决定上 我就决定在Google Play 那里去上载我的游戏 那这个是商业决定 就不等同法律的责任 那两者应该有个差异在那里 如果我们觉得 就是这个转弹 它隐瞒那个机率 导致消费者是受骗的 这个情况是不道德的话 那我们应该是加注一个法律的责任 一定是政府不作为 不去做任何的事 将这个责任 推卸了给这个游戏平台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反方是要交代清楚的 尤其是你第一点是主力说的一件事情 第二个论点呢 你们就说其实都保障不了玩家 这个论点其实跟你们的那个反方案是相连结的 因为你们在说的那样东西就是说 最终呢你都是要保底 才是真正保障玩家的 公布了机率呢 那个机率都不会上升的 那样东西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正如刚才评判所说的 反方案和你们的那个主线本身呢 是有矛盾的 就是你们既反对定立法例来处理 那同一时间你们又说 保底法 那当然啦 你们在答这个台下法议的时候 反结就有尝试去讨论 就说其实呢 我们那个所谓的保底法呢 是个名字 我们都是在平台的本身来做的 就不是政府去定立法例的 那样东西 那但是 就是很长 如果这个真的是你们本身的本意的话呢 那我们很长时间都评解了你们的办方案 就是原来你的保底法不是真的定立了一条法例 那我想要么就是你的表达上面有问题 要么就是本身你们想错了 只是临时想握 其实呢就是 真实的 你们真实的想法就是真的 是政府去定立法例的 那但是呢 被人们问到 我们就唯有是由器商去定立那个政策 那样东西 那所以 无论哪一何者都好 那都是有一个问题存在 我想你们要想清楚 这个是主线的部分 那关于那个 关于那个 负面的交锋 又或者台下法 我怕我讲太久了 那所以呢 其实我觉得有某些的反驳 应该是 一早要出到的 刚才说到这个反方案和反方的那个主线有冲突这个位置呢 其实明确点出来呢 都是靠台下法 两位负面其实 一开始反驳这个保底法的方案呢 都不是说什么 你们都说 其实中国都有了 纯粹这么说而已 那就没有点出到对方自商华群的这个位置 这些是例子了 那另外就 我想我也不说太多了 就这样了 谢谢大家 好 谢谢评判的意见 好 那最后我们会请 金包园奖务会要到中学的郭浩然教练 去给一些评论 谢谢 好 辛苦了 请问听不听到呢 是听到的 清楚了 好 如果有什么不可以的话 你跟我说就可以了 我先说一些政方 我觉得政方主变开那个线 没有太大问题 就这样听政方的话 如果 但是再听下去就会发现 其实基本上去到后场 你们的论点是完全没有什么去讨论 比如说你们的论点里面先说 保障消费者上面 根据西品说明条例 其实即使他不是参与一个买卖 或者一个消费 他可能取得资讯的这个过程 都应该要受到保障 其实这个位置不是不可以继续说下去 比如说 有时候 这件事是否只是保障 比如说青少年 这样计算 是否只是他们玩游戏的那些人 才可以看到这些资讯呢 比如说如果你真的想做到 又去处理一下一些上瘾问题 又或者是一些过度货金的问题等等 会不会是可能去到家长 还是说其他的社会机构等等 都会同样地可以一起去帮助查证一些资讯 除了第三方 我们所谓的第三方 除了你说的什么RNG 用一个很有系统性的方式去做一个检测 当然这个检测机率 到底是否真的做到 这个其实都要多说些 因为现在其实在社会上 即使去到日本 中国这些所谓的转弹法都走了很久的情况下 他们都没有那么轻然去说 有一个所谓第三方的验证 而且我不太清楚你们想说 那个验证是去到什么的验证 因为问题就是 第三方这件事是不难出现的 例如日本的消费者厅 或者你想说中国消机会 他们都是第三方 但在验证层面上 你是想做到 他真的可以随时开那个游戏 然后他说推出那个道具 我是真的可以找个程式 测试到他的机率是否核实 还是你想找他们去做一帮游戏体验家 去试试抽奖 即那个所谓第三方验证 那个验证的过程是想怎么做呢 因为你说到这件事是进一步的保障 如果你解释不到这件事 到底整个运行是怎么做的话 其实我是不会理解到 那个所谓保障是怎么出现 再回到你的论点一 我觉得今场正反方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资料上运用得不够完整 或者不够好 譬如说 正方有提出一个叫做碧蓝幻想的 一个日本游戏的例子 他其实是想带出 原来一个游戏公司 如果他没有一个针对个别道具或角色的机率公布 而是统称一个卡组里面的机率公布 很容易会误导 或者在中间做了一些手段 令到你的接收和他散布的资讯有不差的情况下 都会造成了一些问题 我觉得既然你说到日本现在有一个相对完整的转弹法 你会不会可以说到 日本走了转弹法之后 好像碧蓝幻想的这一类游戏 到最后会出现了什么情况 或者碧蓝幻想因为没有转弹法 他本身在日本最后面对的结果是什么 其实你可以说一下 碧蓝幻想他被人发现了他有这样的手法出现 那时的日本最终被碧蓝幻想的惩罚是什么 还是没有呢 从而你去论证就是说 为什么转弹法是这么重要 OK 当然落到论点二 关于心理上会不会有成忍的这个问题 前面评判也有解释 因为一个心理学家的说法 就不完全可以构成一个论证 始终你知道现在社会上有很多所谓理论存在 理论也需要有一些数字或者一些实验去做到查证 最直接就是现在有转弹法的那些国家 或者好像有关于你们所说的公布机率的国家 他们本身的成忍程度会不会低于香港呢 可能他们不是真的针对这个实验 但是这些实验数据其实都可以帮你放大你们的离处 好 好 回到反方的位置 其实我理解一开始 反方想说什么公布 其实是不等同于所谓提升的机率 其实他想说的那件事是 好像日本原本的所谓有多少%的问题 可能是他会重新 random 例如他说10%的机率 是说我十张卡里面有一张是最稀有的 但是你抽第一次和第二次都是那十张卡里面抽一张出来的 不过日本后期他做了一个其实他就不完全叫保底法 他其实是类似叫做 就是你都要有个限额 日本那边他都没有刻意叫保底法 当然如何去定义 到底公布机率和所谓保底法之间有什么分别 其实是应该靠你们双方在场上去说出来的 因为当然正方可以说的一件事就是 我一个国家里面的法例上有保底法 到底是不是就不可以同时要求他都提供机率呢 即机率和保底法当然是两样东西 但是好像日本其实是有一点想做到两样东西都存在 但是再落到下面 我觉得反方反而有一个问题是比较大的 就是他很强调香港是一个所谓小地区 就不适宜做一个这么大的法律去限制游戏 尤其是香港很多的游戏商其实都是来自于外国 我第一个想法是 譬如说你在说的那些在香港代理的游戏公司 他们原本是不是真的这么不愿意去公布那个机率呢 要反观香港的游戏商其实是来自什么国家呢 譬如说如果当然这个政方没有提出 但如果最后可能是来自中国的 来自日本的 甚至乎可能是来自美国 这些也有少少规管的国家是比较多的话 可能这件事在香港的影响会不会不是那么大呢 其实这个位置反而竟然没有出到台湾例子 我也有少少有少少差异 因为台湾应该是比较协近 以及台湾应该是很近期才有去讨论公布机率 以及第三方验证这件事可不可行 我觉得正方在台湾上面是可以有多少少参考价值的 最后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关于刚刚评判都提到的法律责任那件事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正方今天应该是要再去展述多些 就是如果这件事从法律责任出现的话 会出现什么不同呢 我举一个例子 譬如就拿回正方你说的壁蓝幻想的例子 其实他最后被查实了有一些误导性之后 他做了什么行动呢 他把那个游戏币都退回给游戏玩家 但在这件事上 其实对于这间公司来说 他是不是真的有一定程度上的损失呢 其实可以是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 你扔了很多钱下去 然后这个游戏商 可能因为舆论的压力 他就选择退一步 我就退回游戏货币给你 但那些游戏货币对你来说是不能换钱的 你都是只能够最终在游戏里面 去做其他的消费 同时 其实他是保留了你的玩家 因为你拿不回钱 你有那么多钱扎在里面 你宁愿就继续玩下去 这个问题 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原来一间公司会不会是在没有法律责任 或者我们没有法律基础去规管他的情况之下 其实最后我们觉得好像 好像惩罚了他 或者好像已经有些东西规管他 但对他们来说 其实根本上就不是一个代价 就好像逼蓝幻想 最后我退回游戏货币给玩家 但是那些钱其实代了在哪里 就是代了在那间游戏商那里 这个就是有法律责任 和没有法律责任之下 即使被你查证到 他是真的虚拟宣传 然后你动用很多不知 舆论的力量也好 协会的力量也好 总之你逼到这间游戏公司道歉也好 他所承受的责任是可以低了很多 如果没有法律的基础之下 而我刚刚想说最后一件事就是 因为内容上前面都说得比较多 我想说一点关于问题 台上台下问题都出现一个情况就是 你们会很善用这个时间 去继续补充你们的内容 或者做一些回应反驳 没有问题 我觉得是挺好的 有几位同学在发问的那一分钟里 是用了很多时间去做一些有力的反驳 或者质疑 但是始终它是一个台上发问 台下发问的环节 它的重点是最后要发问的那条问题 反而很多时候几位同学会很容易出现的情况 就是前面博得很精彩 说了很多话 但最后好像是随便失一条问题出来 但那条问题可能是你也可能想不到问些什么 或者是你也不知道要问对方些什么 总之你只是想用那个时间去做一个反驳 我明白的 有时候你觉得场上的形势很激烈的时候 你是这一分钟都很想用尽它来做反驳 但始终最后的最后 final 才能帮到你分数 可以在设计的时候 想想如何将那一分钟用得比较平均 起码在最后的问题,会问得清晰 不会像在尽体讨过一句话 然后就多谢各位 始终我会有时不知道你是问了或者未问问题 这是我的主要点看法 謝謝各位 謝謝評判的意見 現在是宣讀賽果的時候 因為三位評判也回覆了我 分子的核實也完成了 我現在就會宣布比賽的結果 今天的辯題為香港英引入轉彈法 由正方香港華人書院對反方姓氏提犯書院 正方得票為三票 反方得票為零票 換言之今天的賽果為三比零由正方同學勝出 恭喜 而今場比賽的最佳辯論員為反方 第一負面 葉政賢同學 恭喜得獎的同學 和獲勝的學校 今天的比賽就順利完結了 感謝各位同學的參與 還有老師教練也很辛苦 都明白到現在疫情的狀況下 大家都很辛苦 也很感謝評判 在白亡之中抽空出席 今天擔任賽事評分工作 今天的比賽就順利完結了